哈喽大家好我是奥克 今天我们继续玩精灵宝可梦的究极之月 上下期我们去连锁了一只4V的百变怪 用它来生蛋 现在下午就快马加鞭的生了几个蛋 结果大家看一下成果 首先就是这只原路杀 它是5V的 而且是每个项目都是正确的 只有特攻一般般 我们的烈恶路杀是不需要特攻的 所以这只应该是完美的 再加上它的性格是爽朗 是加了速度的 也就是说等它进化成烈恶路杀之后 就再也不怕那些喷火龙了 等以后我们看看这只烈恶路杀 会不会顽客那些喷火龙 然后就是这只 线下午还附了好多的小鸡 终于得到了一只理想的火之鸡 这只火之鸡也是爽朗的性格 加速度的 我们看到它的个体质 又是5V 而且又是每一个都是正确的 特攻这一项也不需要 我们这只火之鸡准备走物攻了 然后现在我在刷谁呢 现在刷毒箭翘 上次我们岛屿扫描得了一只毒箭翘 准备来一只厉害的尖盾剑怪 尖盾剑怪它的性格可能固执比较好 所以现在毒箭翘我全部是刷的固执的 然后现在还没有比较高危的毒箭翘 我们得继续努力 这样我们这期先刷一会儿这个毒箭翘 刷一波毒箭翘 看看有没有个体质超高的 然后我们再组一个比较特别的队伍 我这个地方有一只练好了的雷雷石 雷雷石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慢 它有一个细法空间 可以让速度慢的先出招 到时候我们搭配上卡比兽 然后再搭配一只速度比较慢的 看看来一个慢速度的效果怎么样 好我们先来刷一波毒箭翘 肯泰罗拜托你了 走我们去跑去 一个来回拿一个弹 刚刚好 走 六号道路就是完美的孵蛋的一条道路 在哪里 果然有了 请给我吧 好 多谢多谢 走 再去跑一圈 好 出现吧 毒箭翘 OK 我们孵蛋还从来没有孵出过闪光呢 看看有没有运气会孵一只闪光出来 这只肯泰罗最近很累啊 非常累啊 每天在这跑来跑去的 上次孵火制机和原路沙的时候 他就已经累的不行了 我们还要继续靠他来孵独箭翘 出现了 好了 我们所有的独箭翘 这个身上五只都已经孵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下他的个体质就好了 走 我们回去看一下他们的个体质怎么样 每次这个时候都是最激动的时候 最期待的时候 看一下这五只里面有没有高个体质的呢 来个五威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只 哇 第一只就感觉不错呀 不过只有三个最棒 速度是非常好 毒箭翘速度并不是很重要了 嗯 这只整体来说就不错 正好是攻击 我们不需要特攻 然后下一只 哎呀 这个防御一般般不太好 然后再来一只 哎呀 这俩 这俩好像啊 就差一点点 基本一样啊 然后这一只 这一只不行 虽然有三个最棒 但是攻击和速度都差好多 然后这一只呢 哎呀 也是三个最棒 但是HP和速度差好多 嗯 如果非要用的话就用这一只啊 不过我们还应该再耐心的孵一下 我觉得应该像原路沙和火之机似的 能够付到五威的毒箭翘 等一下我看看啊 我可以考虑去把我现在的毒箭翘换回来 换一只个体质更好一点的 领回 领回毒箭翘 现在是百变怪跟毒箭翘在里面 百变怪就是上次我们连锁到那只四威的 然后给它带上红线 带上红线之后 它的后代就会遗传五项这个个体质 就是百变怪和毒箭翘的五项个体质 如果不带红线的话 只遗传三项 所以百变怪带的是红线 然后这只毒箭翘带的是不变之石 来锁定它的性格 我们需要把这只领回来 这样我们就领回了那只毒箭翘了 另外一只不需要领回 那只百变怪让它在哪 然后看一下这两只的 这个个体质怎么样 这个是三威 这个是四威啊 那我不能换呢 那就还是这一只在里面好了 来 再把这只毒箭翘寄存上 寄放 好了 把毒箭翘寄放了 好 那暂时先放在这吧 那个我线下再继续刷着毒箭翘 争取来一只五威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试验一下我们的新小队 我们这次先用雷雷石 然后用卡比兽 卡比兽不需要放进来 先让它在这 然后还得再来一只速度慢的 我现在练过的这些里面速度没有特别慢的 只有这只铁火灰叶可能速度算慢的啊 行 那我们先给雷雷石学好技能之后 然后用铁火灰叶雷雷石和卡比兽组个队 随便去打打 看看这个慢速的是打起来是什么样的 雷雷石在这之前 我们要先给它学技能 首先要学的就是细法空间 细法空间放出来之后 是五回合之内速度慢的宝可梦先行动 好 来雷雷石 雷雷石这个速度是奇慢无比啊 所以它特别适合细法空间啊 换掉铁壁 OK 学会了细法空间 然后我还需要给它学什么呢 尖石攻击来一个 尖石攻击要用一只 尖石攻击剃掉铁头 哦对雷雷石速度慢 所以应该用陀螺球铁头也不需要 铁头也需要 铁头都不用了 我们学一个尖石攻击 OK 然后再接下来地震 地震可以来一个 地震学一个 地震打击面比较广啊 好 学会了地震 然后再学一招 什么来着 还有一招 哦 陀螺球 陀螺球是必须要学的 好 速度越慢 威力越大 我们速度绝对是最慢的 哦不对 说起速度慢来了 我还想得到一只胡胡 胡胡的速度是最慢的 如果把它放在这个 西法空间队里面 应该会非常有效果 嗯 接下来就是道具方面了 道具 雷雷石 雷雷石不能带吃剩的东西了 因为我们的铁火灰叶带了 不能重复 所以呢 给它带个什么呢 给它带个岩石Z吧 对 我们的尖石攻击命中率只有80 有可能会失误 我们带个岩石Z得了 好 带岩石Z OK 可以了 雷雷石训练完毕 好 铁火灰叶学的是 加农光炮 寄生种子 喷射火焰和守住 带的是吃剩的东西 卡比兽学的是 报恩 诅咒 地震和回收利用 回收利用 可以回收它的文有果 文有果是自动回四分之一的血量 嗯 我们靠这个来回血啊 上吧 喷火龙 我们去对战去了 我有一段时间 没有打这个对战术了 我一直在等我的火制机啊 还有那个 超速的列尔路沙出现 前台 34点 哦 之前我打了一个34连胜 得了一个银色王冠 银色王冠已经攒了不少了 神奇糖果 我们要挑战的是超级单打对战 确定 现在是6连胜 哦 好的 那么这次我们要用超慢速的队伍了 就是他们 好 雷雷石一号上来之后先放一个吸法空间 然后呢 卡比兽和铁火灰叶都无所谓了 其实这三个人并不是很好 因为铁火灰叶也有钢属性 雷雷石也有钢属性 有点重复 但是呢 暂时我也没有糊糊 也没有其他更慢的宝可梦了 就先用铁火灰叶顶着吧 嗯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的话 也可以推荐给我 就是特别适合这个吸法空间战术的 接下来是第七战 好 我们试试看雷雷石的防御力 有没有强到别人打不动我们的程度 妖人小朋友 Money Money派出了梦妖魔 哎呀 梦妖魔的话 我的卡比兽用不上了 我的卡比兽 好 雷雷石的这个特防并不是特别出色 他的物理防御很强 但是梦妖魔看起来是 是那个什么 是特攻啊 那我们就先吸法空间 来 卡用了挑衅 完了 那我放不出吸法空间了 啊 这太讨厌了 哎呀 那我只能ZD两尖石攻击干掉他了 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用了暗影球 怎么样 好 还行 打我并不是很多 来吧 我们用Z之后一个是提升攻击力 再一个就是可能可以百分之百命中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 来了 全力这个招式 毁天灭地 巨岩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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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石就是一颗小行星啊 掉下来了 哇 梦妖魔的防御力肯定扛不住 OK 1比0 我们已经拿到1分了 异兽提升 哇 又提防御 接下来的 啊 河马兽 太好了 他是物理攻击的 啊 不过也不好 他有地震 我这只雷雷斯非常怕地震 这下糟了 这下是真糟了 嗯 换人吧 换人吧 我们上挑灰热 嗯 挑灰热飞在空中的 来 换人 没想到我们想用的 吸法空间战术 没用出来啊 因为对方一上来 就给了个挑衅 好 对我没效果 河马兽 我要跟你慢慢磨了 寄生中子 来吧 咬碎 这都对我没什么好效果 好了 反击石刻到 我们要用的是 加农光炮 来 哇 这次河马兽 比我的铁火灰热还慢 这要是有吸法空间的话 反而他赚了 哈欠 哎呀呀呀呀呀 哈欠的话 我得换人才行 要不然就睡着了 其实直接再来个加农光炮 把它干掉也行 嗯 也可以考虑 算了 不换了 直接加农光炮 给他干掉 河马兽 倒下吧 OK 倒下了 那么接下来 异兽提升 很好 然后我睡着了 好吧 铁火灰热睡着了 夜衣布 夜衣布的话 雷雷石 也可以上 夜衣布好像是物攻的 但是雷雷石的挑衅效果 还没除掉呢 所以我暂时算了吧 暂时算了 就用铁火灰热吧 守住现在也用不出来 喷射火焰 来 我还在睡觉 他用了夜刃 对我效果不佳 这次他没办法 克制我的铁火灰热 醒来吧 铁火灰热 并没有 铁火灰热还打算 再睡一个回合 这个回合要醒来了 喷射火焰 哇 剑舞 提了攻击 哇 好吓人 醒来了 能不能直接去喷死 我是提了一击特攻的 怎么样 耶 赢了 好 虽然细法空间没有发挥出来 但还是赢了 运动少年浩东派出了双腹战龙 哇 双腹战龙 哇 有地震啊 我的累累石是非常怕地震的 紧张感 无法使用树果 哎呀 强行放细法空间 会被他一个地震干掉 哎呀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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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太太这个冒险呢 还是铁火灰热吧 嗯 铁火灰热先先躲了他的地震再说 他肯定要用地震 几乎是百分之百 我们看看啊 他用出了地震 果然 我要没换的话 这会儿可能已经倒了 不过我也可以测试一下 雷里石能不能扛得住地震 虽然四倍克制 那么接下来的话 精神中子 我又挑衅 怎么每个人都喜欢挑衅呢 精神中子用不出来了 哎呀 太讨厌了 那就加冬光炮直接打了 既然如此的话 双腹战龙 不错 效果非常好 吼叫换人 强迫我换人了 谁上场 雷里石 雷里石 他又要用地震了 我们不行 我们得换 他肯定要用地震 铁火灰叶 还是给你啊 铁火灰叶 卡比兽还没获得上场机会呢 丢挑衅 好好好 我知道我知道 我决定用加冬光炮了 你不用担心 加冬光炮 二连P 没用的 我效果不佳 我们刚不怕龙属性了 来 双股战龙 再见 倒下吧 OK 好 异兽提升 哇 又靠铁火灰叶要赢啊 来 吃剩的东西 回点血 燕后锡 我这里换人了 这不换人不行了 一把火就能烧死啊 卡比兽也行 但是我还是想用这个吸法空间呢 来 给我个上吸法空间的机会吧 雷里石 先扛他一招 哦 但是燕后锡是特攻 哦 轨迹 那我也冒险放一个吸法空间 他又提 好 那你完了 我放了吸法空间之后 我速度会比他快了 太好了 耶 燕后锡 你白提了四级特攻了 你没有机会了 接下来是我先出招了 最力量 来 回天灭地巨岩坠 耶 成功了 我们的吸法空间发挥作用了 我们比燕后锡先出招 没想到吧 燕后锡 他的特攻白提了 来 回天灭地 巨岩坠 哇 这招一看就是威力无穷啊 直接砸脑袋了 哇 这招应该叫泰山压顶啊 这 这绝对是泰山压顶的动作效果 OK 易兽提升 又提防御 你的最后一只喷火龙 哇 要是X喷的话 正好我们可以演练一下 我就想用雷雷石对赤红的那个X喷 我希望你是X喷啊 坚持攻击呗 还是 坚持攻击 我先出招 好的 而且命中 哇 都不给他变形的机会啊 不对 他应该是因为没有超级化石啊 好了 干掉了 泰罗派出的是布里卡龙 好的 布里卡龙应该是物攻 那么我的雷雷石可以发挥作用了 千万不要有挑衅 拜托了 细发空间 为什么每个人都带挑衅 还带这样的 为什么呢 我以前没遇到这么多挑衅啊 今天我带了戏法空间 他们就每个人都挑衅 好 陀螺球 拼了 尖刺防守 完了 他要扎我一下 好 我上了陀螺球 他防住了 然后我受伤了 那我再上陀螺球 他用了木锤 应该是效果普通 好的 来陀螺球 看看你能不能扛住 哇 打不动 哎呀 布里卡龙看来速度并不 哦 挑衅效果解除了 我要用细发空间 怎么样 他换下了 好 大钢蛇 大钢蛇也不快 但是应该还是比我们要快一点 细发空间 OK 大钢蛇的话 他一个地震 我就又完蛋了 现在是我先出场 所以我先用个地震吧 看能不能干掉大钢蛇 我使出了地震 他也有地震了 所以干不掉 我就要惨了 哇 大钢蛇的物理防御好高啊 完了 对呀 大钢蛇的物理防御那么高 我不可能打得过啊 哎呀 雷雷师白倒下了 糟了 这下细发空间变成给他放的了 大钢蛇我感觉速度很慢 我必须得用特攻来打他 嗯 铁火火焰 还不怕他的地震 刚才我果断的换人就好了 白送了雷雷师 好 这下不给你机会了 先来一个精神龙子 先来 直接喷射火焰 要什么精神 啊 他换人了 哇 妖火红火 这个训练家好有针对性的换人啊 我的铁火火焰最怕火了 那我们上卡比兽了 来 卡比兽 特防超强 绝对不怕你的妖火红火 来吧 卡比兽 你终于获得登场机会了 秘语 他并没有用喷射火焰 秘语是干嘛 降什么 降特攻 很好 我本来就不用特攻 那么我要开始诅咒了 诅咒起来 诅咒是提防御力的 可以预备下一个的那个大纲蛇 待会大纲蛇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危害 精神强剑 耶 打不动我 我的特防 哦 完了 特防降了 糟了 再诅咒吗 再诅咒 我提两击 哇 喷射火焰 怎么样 哦 打不动我 又诅咒一下 接下来我应该会吃果子了 我的果子还不吃啊 哎 哎 哦哦 还没到一半以下 好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用地震效果就加 嗯 地震 来 他又用秘语 这样我的特攻 他这下玩的不好 我本来就不用特攻的 那么我的地震要上了 提了两击攻击的 你没有机会了 要火攻击 耶 倒下 接下来就是大纲蛇了 大纲蛇这个家伙 啊 他还有布里卡龙呢 啊 天 他还有不少人呢 地震效果不佳 但是呢 报恩效果绝佳 啊 也没有效果绝佳 报恩是有效果 来 报恩 他挑衅 好好好 我没打算再诅咒了 我提了两击攻击已经足够了 尝尝我的报恩吧 布里卡龙 耶 倒下 正好我们卡比兽这个诅咒也是降速度的 也适合这个戏法空间这个打法 大纲蛇是吧 地震效果就加地震 来 啊 你还有时间放隐形岩 我看你是没机会了 地震怎么样 大纲蛇 怎么样 哇 大纲蛇的物理防御确实是高啊 提了两击攻击都打不过他 那我再来一个就行了 地震 睡觉 哎呀 看来要逼我继续诅咒了 我得继续提我的攻击力了 要不然这只大纲蛇打不完了 好 他醒过来了 他吃了一个果子醒过来了 再震一下 震你 好 他既然醒过来了 我就不诅咒了 我得 哦 挑衅效果解除 我继续地震 还 还用睡觉 不过这次他醒不过来了 他没有果子了 那我可以放心的诅咒了 我再提两击攻击的话 一个地震就干掉他 地震 现在的地震已经可以打掉一半以上了 我再提两击攻击他就没机会了 来 你先睡着 我诅咒 好 提物理防御 提攻击 大纲蛇待会也打不动我了 速度降低 来 地震 直接干掉你 看你还睡不睡 他醒过来了 啊 他也诅咒了 他这次没用睡觉 他又诅咒了 好吧 那你完了 其实刚才我紧跟一个地震 他就倒了 也没必要再诅咒了 有点太谨慎了 大纲蛇倒下 耶 好 我们又获得了一胜 哎呀 我们这慢速队效果还是不错的 好 第十战 我们看看这个慢速队挑战特殊人物 效果怎么样 哦 是酷酷一博士 这可是专家呀 这个是宝可梦对战的专家呀 酷酷一派出的是中严狼人 好的 物理攻击的 太好了 我就喜欢物理攻击的 正好他严实系 对我们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 细法空间不要有挑衅 坚持攻击 好的 不怕 OK 完全打不动 细法空间 周炎狼人 你变慢了 这下变成我们先出招了 陀螺球效果绝佳 上了 好 我先出招 哦 不错 能不能干掉 哦 居然他扛住了 他还在用坚持攻击 明显对我效果不好 中烟狼人 继续坨螺球 来 啊 他换下 看你换谁上来啊 车眼跑小虎 车眼跑小虎 车眼跑小虎也不怕 火系我们也不怕 来 陀螺球 我 打不动他 诶 陀螺球 哦 因为他是火系 我钢系效果不佳 但是呢 我决定一招干掉你了 来 泰山鸭顶 回天灭地 巨岩队版的泰山鸭顶 车眼跑小虎 你送了 哇这个吸法空间太好了 雷雷石全是先出招 来吧 回天灭地 巨岩坠 来了 不过我得算好这个五回合啊 到了五回合之后 我得赶紧再放一个 好 指引咆哮虎 倒下 异兽提升 我的防御力更强了 你更打不动我了 卡比兽也是物攻的 太棒了 那你没机会了 我们在这应该是可以看的 吸法空间 还有一个回合就过了 现在我是提了一击防御 那么 卡比兽的话 地震可能好一点 哦 尖石攻击是本系 哦 尖石攻击 来 卡比兽物理防御很低 啊 那也打不动啊 哦 雷雷石的攻击力太差 这没办法 哦 哦 对 他有地震 哇 我的雷雷石只能送掉了 看来 那我也只能尖石攻击了 他又使出地震 哦 这没有什么办法 好吧 那我决定上卡比兽 跟他对标了 我也上卡比兽 哦 他有命运 他有那个生命宝珠 所以他的攻击力是提了的 卡比兽用铁火灰叶对他吧 上 至少可以不怕他的地震 哦 试试看啊 然后呢 我们就要用到 金神龙子 哇 他要有睡觉的话 我又不好办了 还没命中 神神冲撞 神神冲撞有反伤 他不要有睡觉就好 我就怕他一个睡觉 然后直接满 那就很被动了 来 我们再用金神龙子 吸着他的血 来吧 卡比兽 你还 他又冲撞 那他完了 他一个反伤 哎呀 我又有电话 有电话 先挂点 先挂点 然后反伤 吸血 吸他的血 能不能吸死 好 可以了 卡比兽倒下 我就放心了 然后对方会上 中烟狼人 好的 最后一只了 中烟狼人 已经是残血了 那很轻松了 应该 加农光炮 效果绝佳 火焰牙 完呢 扛住了 耶 实血 实血扛住了 那我们赢了 耶 不错呀 我们这个慢速小队 戏法空间队不错 好了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儿吧 接下来我要去练我的猎咬露莎 还有火焰机了 超进化的火焰机 加速性能还是非常棒的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精灵 宝可梦究极之夜系列的话 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点一下喜欢 还有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